真的擠得很好 真的很慘 很難捱 我們都快要 不知道要參加哪一天 會不會有客人來問你 為什麼會不會有春妝 不會 因為根本沒有客人 在葵涌廣場開舖十二年 主打日堂紙妝的陳女士 以往每個月都會飛轉南韓 帶手入貨 但是當地爆發疫情之後 沒有理由飛過去 我自己十四天不開舖 已經影響了 我想沒有一間會告訴你 沒有好生意 因為好像今個月來講的二月份 其實到現在為止 可以這樣計算出來 可以侮辱五分四 生意 但見到其實行 都只見到是沒有人 政府的抗疫措施 幫不幫到手 每個人會覺得 香港的政府做得好 做到什麼 我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可以做到什麼 總之我覺得他做什麼 都是錯的 不止時裝店 飲食業也都面臨困境 連大經營凍肉批發的廖先生 生意都跌了大約一成 其實那個力度可能要急些 快些 其實如果政府真的要幫到 一些中小企 好像我們這些 可能有幾間店 做生意 做批發 他其實應該是要 立刻就要跟我們安排 或者怎樣 譬如說你有商業登記的 你就要立刻給錢我們 讓我們可以延微去救到現在 可能未來會有些餐廳倒閉 我們收不到錢 有些錢 起碼我們可以 補救到少少 內地工廠也都大受打擊 有廠房的建築材料 原本要負運到港 但是因為開工人數不夠 要延遲交貨 第一天回來的不夠二十個 比如青年的人 第一個禮拜的開工 因為只有幾十人的話 就那個正常 我們開 正常 之前開工 譬如200人開工的時候 那個產值 就一個禮拜之前 第一天的產值 因為貿易是互相得益的 那既然貿易停頓了之後 無論買方賣方都很大傷害 至於環球都損失了 因為產業鏈斷了之後 環球也就暗了 特別是中國的產業鏈 那麼廣闊 他又說 香港好依賴內地供應貨品和貿易 本港經濟已經受到衝擊 無可避免會步入衰退期 東網記者 曾卓敏報導